这 这汤凉了不好喝了 不好喝你给我干什么 对不起 我给您去尝碗心呢 下毒了 怎么可能啊 我们两个可是夫妻 是最亲近的人 那你抢我汤干什么 我闻着这碗汤香 我想喝了 不行吗 味道怎么样 挺好的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你抢我汤干什么 我 我一 一饿肚子 我就没力气 这你知道的呀 再说了我帮你尝尝味道嘛 省得到时候拿喝了 你又不高兴了 我去帮你沉一碗心呢 怎么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这个郡主果然有问题 怎么回事儿 不太清楚 郡主突然就有图不止了 郡主不会是有血了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还是去找大夫吧 不 不必 我身体好着呢 我就是前几天吃太多了 把鸡汁吐一吐就好了 郡主金枝玉叶的 我们眉府 可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 孙鹏 去找个大夫 别 我还能活蹦乱跳呢 我真的没事 我吐了一下 我身子都轻了 步子都轻盈了 緊张什么 我紧张了吗 没紧张就好 孙鹏 我们走吧 是 你确定不用去找大夫吗 多一事儿不 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吧 你不觉得没三少怪怪的吗 是吗 哦 我去闻了一下二夫人的药材 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根本就不能吃 她居然送过来 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补药 这个坏女人 帮我害这么草 啊 啊 啊 毛刺 快快 二夫人 郡主她还好吗 听闻郡主身体不适 我这一大早啊 是专门来探望她的 阿尔夫人可真是有心了呀 郡主 你身体怎么样啊 用不用我去帮你找大夫 我还刚想问夫人您呢 您让人送过来到底是药还是毒啊 郡主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吃了你的药才上肚下泄的 我怎么可能害郡主啊 会不会是府里的下人拿错了 你是不是把我送给郡主的东西和扔掉的东西搞混了 那夫人可真是不小心啊 要知道那药本来是要给侍卿喝的 郡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侍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我带他一直像亲儿子般 这事肯定是个误会 这话鬼听了都不信 收起你那副虚伪的嘴脸吗 你和侍卿不和这件事全府上下人尽皆知 要说你要给侍卿送好东西 是信 郡主 你既然知道我跟老三不和 那你还收我的东西 这事传出去啊 顶多就是个郡主和谋二夫人 害死丈夫 你无耻 我是一心想要拉拢郡主 没想到郡主啊 对那个瞎子居然这么有情有义 那既然这样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二夫人也太过分了吧 这二夫人也太过分了吧 我什么了不起 都还给他 嗯 我现在就拿过去 这礼赞不能收 他都送给我的那就是我的了呀 我发誓我绝对不帮他干坏事儿 小丸子 你看他这么金灿灿 这么无辜可爱 你忍心把他送到那个坏女人身边吗 你 郡主 郡主 郡王爷来找你了 放手 放手 郡王爷 郡王爷 那我现在就去帮郡主煮粥了 小心 郡王 你也去帮乔云吧 是 我警告过你啊 离阿尔夫人远一点 我本来厉害也不尽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最好乖乖听话 你不相信我吗 我不相信你 梅世青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要不是怕你有危险 我才不会抢着把那碗汤喝下去呢 我就应该让你也尝尝 上吐下泻的滋味 行 我也不求你感激我 反正你就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算了 就当减肥了 知道那碗汤有问题 为什么不道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 重点是我救了你 其他都不重要 是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阿尔夫人的东西不能收 你无论 我呢 你真是吧 我还能够学习 你不就是她老婆吗 我又不是真的 谁要是嫁给她 真的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小声点让人听见你还要不要命了 小丸子 又出什么事了 没诗清你就是个大笨蛋 这俊玛爷也是少年兴器 你多担待着点 我想我爹了 我们与其在这里收起 还不如一起逃走了 这万万不可呀 对呀 小安子 这可是生死犹关的大事啊 再说了 你已经答应我们要等计划结束了 你可别临时变卦呀 我就说一说嘛 我小丸子怎么可能言而无信呢 我既然都答应了你们 要保住郡主的婚姻 那我小丸子 绝不认输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可是梅三少根本就不相信我 那你就获取他的信任啊 没信心 这明天该发月钱了呀 这明天该发月钱了呀 包在我身上 不就是个新人嘛 开什么玩笑 少爷 你还没原谅郡主吗 如果 她真不是故意的呢 我要是怀疑她的身份 你是说 她不是郡主 九王府的郡主 素以才学问 而嫁到我们府的郡主 大字不识 不知道 是九王府在撒谎 还是 三路九 世青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郡主 郡主找我合适啊 上次是我不好 所以我打算将功补过 亲自为你包一次汤 来 来 郡主 你就 别难为少爷了 放心 这回呢 我现熬你现盒 绝对不会有问题 时期你等一下 四合 少爷 郡主之前 写了一封信放我这儿了 一会儿啊 帮我送到承熙的 送府去 送府 好 对了 郡主 你帮我看一下 这封信 是不是你写的 对对对 就是这封 送去吧 哎 太好了 别着急 信的内容我需要修改一下 四合 去给郡主 准备笔墨尺一宴 好 那我去了 好 那我去了 对 你们这群人 都给我小心一点啊 那个烟雾不要熏到我们郡主了 我们郡主会头晕的 是 郡主 郡主 你怎么了 郡主 郡主 头子 郡主 这是怎么了 郡主 可能是因为 不能熏烟雾 身骄体弱 那赶紧送郡主回去休息吧 是 郡主 郡主 你怎么了 郡主 郡主 你这怎么了 郡主 郡主好像真的有问题啊 无妨 静观其变 他不会是怀疑我身份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算我身份不败露 他一定会把我整得生不如死 不行 不行 金钱成可贵 小命价更高 而且我爹找不到我 肯定急死了 还是走为上策 对不住了 乔云 秋华 不过放心 等我找到我爹呢 我就回来救你了 我太仗义了 幸亏我天资聪慰 备与愁 早已找我这守卫巡逻的路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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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好自有 郡主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 你不也没睡吗 我怕你跑 所以每天晚上 我都在这个门口待着 这么狠 你不会是想逃跑吧 怎么会 开玩笑 我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找我 找我做什么呀 我肚子饿了 想找你帮我煮碗面 就这 走吧 公主 你不是吃饭吗 还不来吃 来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太倒霉了 就差一步 就差一步 什么情况 你倒 你倒 我的天啊 梅三少这个人 他话肠子还挺多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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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这是要通向哪儿的呀 看来二夫人果然说得没错 这没事情 绝对有问题 太恶心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去见哪个情人 我的天哪 这真是老田有眼 我终于可以逃出去了 老八 当年 是谁让你找陈老店的 除了他 你还找了什么人 我没说不告诉你们 但 我一定现在告诉你们 你别给我得寸进尺 是你们找人 又不是我找人 阿柔 公平交易 帮我得到我想要的 你也能得到你想要的 好吧 我说就是了 十年前有人出钱让我找杀手 这个人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收了钱 我就给他们找了两个 除了陈老店 还有一人 此人 现在已经洗白身份 胡作贼匪了 哦 在 承熙青石巷 开了一家当铺为圣 还有吗 就这些 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没有什么必要瞒你们什么 钱你已经得到了 可以走了 我们已经打烊了 明天再来吧 这杀人越货的买卖 也有打样一说 天真 住手 九师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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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没事吧 姑娘 把手放开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送我回家吗 那这个坏人 那是不是还在附近呢 谁追不上了 正好叹一下这个郡主的真相 行吧 嗯 兄弟 怎么了 上这儿啊 肚子烫 行行行 你看好了啊 没事 没事 去吧 去吧 啊 另一个人在那儿睡觉 太好了 好 来 坐好 来 来 坐好 老爷 等我回来再好好舒适你 丸子 你跟我回去吧 你别逼我啊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丸子 听话 你跟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你别过来 停停停 别动 你别过来 你放心 你跟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听话 我真的不想回去了 你别过来 听话 舒适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又让我买排骨和酒 你家吗 我没家 没家 没事 别那么伤感 走吧 带你喝杯酒 来 好酒 来 再尝尝这个如意楼的排骨 真的 哥哥了 男人啊 不吃天食 不行 我不允许 叶林侠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 你 我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跟你讲 每次只要吃到这如意楼的排骨 我心情不管多差 另外会变好 你 行了 别喝了 这才哪跟哪 是不是瞧不起本姑娘的酒量 我 我 你 嗯 你知道嗎 其實 說來慚愧 我一直 特別仰慕你 夜靈下 師傅 從小到大呢 我就一直夢想 能和你 我從小就是聽你的傳說長大的 我有那麼老嗎 反正 我一直的夢想就是 就是 和你一樣 非人走壁 行俠仗義 浪跡教誤 但我覺得 你就應該當一個好大廚 是不是瞧不起 你知道本官要絕對是什麼嗎 什麼 胸口碎大事 胸口碎大事 厲害吧 挺特別的 我從小呢 只要吃飽 我力氣就特別大 然後 但是如果我沒吃呢 我就沒有力氣 我就不行了 我五歲的時候 我爹就跟我說呀 小丸子 我跟你說你吃這麼多 養活不起你了 你乾脆你也別閒著 你胸口碎大事去吧 是不是 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個兒 我就 開始跟著我爹 接頭賣藝 然後就練就了 這麼一身的好功夫 也不比你差 不就是街頭賣藝嗎 什麼街頭賣藝 說那麼難聽 我這叫功夫戲法 行 那你現在 為什麼不胸口碎大事了 我實不相瞞 我剛遇到你的時候 我剛從那個 梅府逃出來 你怎麼會去梅府啊 我爹吧 他好賭 他賭錢輸了之後呢 沒錢還債啊 然後我就被壓到什麼什麼 什麼青龍寨 去當壓債夫人 結果 他們就把我送進如意樓 然後如意樓 我還遇到一姑娘 她跟我一樣 也是要去嫁人的 結果 好死不死 我們倆就進錯房間了 然後我就被嫁去了 那個 梅府 那姑娘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 你進了梅府 沒人把你認出來啊 啊 我也是進了梅府才知道 那姑娘 竟然是個郡主 人家是特意要許配 給那個什麼 梅家三少爺的 我剛想逃 我這聽了這消息 我被嚇死了 我就逃 結果這丫鬟啊 示威 就死活不讓我走 拉著我衣袖 喊爹喊媽不讓我走 哭了卻我留下來 讓我 你知道這個丟了郡主 可是要殺頭都沒有 然後我這個人罷了 我生平最見不得別人 最見不得別人落難了 我就說 看他們這麼可憐 我得幫幫他呀 然後我就留下來了 我就假裝成郡主 原來是這麼回事 對呀 那你 嫁給那個梅三少 他對你怎麼樣 提起來我就來氣 你就是個大壞蛋 他真的 特別地不好相處 啊不 我 還不只是不好相處 他簡直就是不可理喻 他又沒有良心 又沒有品味 什麼都沒有 可憐我還天天走的 想想我就悲催 可憐 不 他人 就這麼差嗎 何止差跡 我這都算口下留情了 他真的 簡直不是人 不不 但是憑良心講 我這個人也沒那麼瞧不起的 是不是 他有的時候還是會照顧我 那麼一口口 就那麼一口口 你別喝了 喝了很多了 沒有 我還能喝呢 真的 我送你回家 啊 我不 不回去 我不回去 為什麼 我還要等我爹呢 我爹 這可是我們倆的秘密聯絡點 之前遇到什麼事 我跟我爹都說 我們倆在這兒會合 可是 那 那你爹呢 我不知道 我爹去哪兒了 我找不到我爹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別哭了 別哭了啊 你別哭了 這兒 我爹 你別哭了 他就又會 什麼事 你別哭了 你別哭了 我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行 那我走喽 你走吧 我真的走了 今天谢谢你 再见 再见 等等